如果我們今天想要使用PowerView 那PowerView呢首先我們必須要先學會安裝 那PowerView它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打開Excel 2013之後呢 也許我們在插入這個功能標籤下面 是找不到PowerView的 例如說以這一台為例插入底下 這個中間可能沒有PowerView 如果沒有PowerView的話記得要透過檔案 然後接下來選項爭議集 選到爭議集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管理的地方切換到 com爭議集執行 像我們現在已經把PowerView裝好了 那可是還有一個東西叫PowerPivot 沒有安裝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owerPivot去選擇起來 選擇起來之後再點確定 我們就可以發 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這個地方就多了一個PowerPivot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學習這個PowerBI的話 我們要先確認我們的軟體是否已經有安裝進去 第一個就是插入底下的PowerView 第二個就是PowerPivot 我們檢查好之後呢 我們再去做一些其他知識的學習 我們 поех在 Kryze 區 鬥青